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麦迹学院,我是Steven,那接下来呢,大家再来继续学习关于IT项目管理的最后一讲,也就是给大家来布置一个最终的一个大作业,啊,其实也就是将前面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呃,作业,我们融合一下,啊,最终成为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作业,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讲的这个, 一个思维导图,那最后一讲,就是这个项目管理的作业布置,那我们这节课的目的呢,就是很明显,很明确,布置一下最后的一个的项目作业,那在这个布置这个项目作业的,嗯,开始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整体的回顾一下,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大纲的一个概述,啊,我们都讲了哪些东西,我们可以稍微稍微的去过一下, 那在,呃,这个项目管理里边,我们讲了,首先讲了一下在项目启动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哪些东西,啊,包括它的这个项目启动流程,项目的需求管理规范,啊,那紧接着呢,在第二讲,第二个小阶段里边呢,又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的计划阶段,啊,它主要包括项目的计划流程规范,啊, 这里边又包含项目的计划事务流程规范,嗯,项目的,接下来又讲了项目设计方案评审流程规范,啊,以及这个项目相关评审专家的人员名单,嗯,啊,在都,这些都是给大家细致的进行了讲解,啊, 那紧接着呢,又给大家讲了一下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啊,主要的这十一个小节,啊,都,嗯,分成这个小节,跟大家细细细致的讲解了一下,最后呢,又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项目的结项阶段,啊,的项目的讲程制度和,以及这个项目的结项流程规范,到第五个就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代码的规范,啊,主要是包含这个isvn代码的管理介绍,啊,和一些基本使用, 以及git代码的一个管理的介绍,一个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课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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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解的一个大纲,啊,一个流程,啊,这些,呃,在,嗯,各个不同的阶段里边,跟大家讲了一下,他每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好,复习完了,大致地复习完了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作业的一个要求,啊,这个是给大家写了一个doc文档,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项目制作呢,嗯,项目的要求,第一个要点就是梳理一下我们项目管理整个课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呢,在每个阶段中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并且呢,参考我给的一些文档模板,最终整理成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整个项目管理学习的一个流程规范文档,啊, 因为呢,咱们这这门课程呢,主要就是偏向于理论的可能会多一些,啊,可能实践的并不是那么的多,啊,所以呢,我希望同学们呢,将我们这些理论的这些东西呢,啊,给它整合起来,并且呢,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尽可能的在我们做项目的这个过程中,将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更尽可能的用到这个项目中, 我们需要多加的实践啊,实践啊,理论,嗯,结合这个实践,才能更加的加深我们对这个IT项目管理的一个,一个理解,啊,那这个就是我最终布置的一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业吧,啊, 啊,还是希望同学们呢,在课后能够认认真地完成,那如果有哪一节不懂的,啊,我们可以,或者是翻翻翻看一下我之前录的那个视频,或者是呢,到网上呢,找一些相关的这方面的资料,啊,都是可以去进行学习的, 好,那这一讲呢,主要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布置一下这个项目管理的最后的一个作业,啊,那,嗯,这个到此为止呢,那这个整个项目管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啊,到这一节算是给大家讲完了,好,那,这一节课就到这里,那期待和大家在下一个专题课中相见,好,呃,谢谢大家,嗯,咱们下节课。